自曝能用手机定位 监控抗疫群众的资料 依法一般监测 只能搜集活动人数跟人次 但如果掌控到年龄 性别等个资 就违反通讯法是非法监控 听清楚当时民进党高官 在绿媒上是这么说 民进党真的是利用国家机器 非法监控全民动态吗 王毅川说的年龄等个资 到底谁能掌控谁能做 这种资讯是不是我们现刑法 所保护的个人资讯 这个是属于个人的资讯 依照现刑法还有谁可以取得 检察官侦办犯罪的时候取得吗 国安监察吗 太离谱了 这是国家监控吗 要不然每一个使用手机的人 他去哪里参加什么活动 竟然可以被一个莫名其妙 根本不是公务员的人知道 部长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夸张吗 一个情状的话 检察官就会启动调查 执政党用手机定位监控百姓 世界上有没有国家敢这么做 有这种政府啊北韩 实地上是只有特殊的政府单位 才被允许拥有 你们民进党就是在监控全台湾人 台湾就是一个警察国家 台湾所有的人民在政府面前 没有任何机密可言 民进党政策会的资料到底哪里来 连NCC都不能做的事 民进党为何能做 我会在警察公司来请问一下 我们会做必要的行政调查 再问一次王毅川拿到的监控资料 哪里来 主管单位都说不是我 民进党说王毅川是综合网路资讯 等做的分析 但再听一次 当初王毅川明明是这么说 民进党警报手机监控门 北京火速以他自案侦判 不知道被动员的挺律群众 如果知道自己被锁定 还有多少人继续勇敢上街头 记者张佑辞 王志涵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